坦克炮弹的飞行速度超过1500米每秒 所以当你想要跟上它的速度盯着它看个仔细的时候 不得不想念办法 我们偶尔可以看到一些令人惊讶的高速摄影画面 比如这段视频当中高速摄影机一路跟着这枚炮弹 从它飞出炮口直到集中目标 当你意识到以炮弹的速度飞过你的眼前 连个眨眼睛的时间都不会留给你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点好奇这样的高速跟拍画面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留点时间给你猜一猜 如果你认为它是透过一面镜子来完成的话 恭喜你答对了 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一面电脑控制的反光镜 来跟踪快速飞行的炮弹 并将炮弹的图像反射到一旁的高速摄影机的镜头里面 反光镜的旋转速度跟炮弹的飞行速度相关 炮弹飞得越快 它自然转的也就越快 通过电脑的精确控制 就可以让高速摄影机跟踪拍摄下100米左右范围内的 炮弹飞行状态了 是不是很赞呢 实际上旋转反光镜并不是什么新的技术 世界上第一批高速摄影机中就有他们的身影 并且其中的一些摄影机仍然是目前世界上拍摄速度最快的家伙 每秒钟可以拍下2500万张画面 Oh my god 谁敢在这样的摄像机下面表演魔术啊 当然他们的发明不是为了跟魔术师过不去的 而是为了更加宏伟的目标 拍摄原子弹爆炸的画面 在曼哈顿计划期间也就是美国秘密研制原子弹的阶段 相机制造商被要求制造一种能够拍摄下原子弹爆炸追出几微秒的摄像机 这是因为为了能够让核裂变产生链式反应 并达到临界质量 一个网球大小的布必须被压缩到原来的一半大小 这是通过使用一组环绕在布核周围的爆炸透镜来实现的 爆炸透镜其实很类似于我们用于聚焦光线的光学透镜 只不过他们使用的材料是炸药 而聚集的也是暴震波而已 为了能够让布核被均匀的压缩 32个围绕着它的爆炸透镜 必须要完美的工作在一微秒内同时起爆 如果任意一个爆炸透镜起爆延迟了 就会导致核裂变反应不充分 甚至根本就不反应了 所以能够看到爆炸透镜起爆后几微秒之内的效果 对工程师而言至关重要 人眼是没有什么指望了 就只能靠高速摄影机了 在当时最快的摄像机是Fastex电影摄像机 它可以拍摄1万帧每秒的画面 也就是每隔100微秒拍摄一张画面 拍什么样的电影倒是都够用了 但显然还是远远达不到原子弹工程师的要求 于是旋转反光镜是高速摄像机就应运而生了 第一台是由英国物理学家William Marley发明的 所以就叫做Marley摄像机了 它在一个类似杰克加料夫转盘机枪弹鼓的圆盘中心 安装上一个旋转的反光镜 并在圆盘四周装上密密麻麻的镜头组 每个镜头对于背后的一张胶片 当中心的反光镜高速旋转起来之后 可以让这台摄像机以10万帧每秒的速度将画面记录下来 可是还不够快 不过没关系 既然思路已经有了 那就沿着它继续升级就好 于是后来研发的Marc Strix摄像机将速度升级到了1000万帧每秒 这意味着每个100纳秒就能够拍下一幅画面 也许你对这个时间没什么概念 那想想如果把1秒分成1000万份 而这只是其中的1份 总该让你感受到这样的时间间隔有多小吧 显然工程师们并没有在发明更快的高速摄影机上面止步不前 到了20世纪50年代 使用电磁快门的Repotronic摄像机将拍摄间隔缩短到了11分之1秒 可以用于拍摄核弹爆炸最初几微秒到十几微秒的动态画面 如今旋转反光镜摄像机还在使用 只不过已经将其中的胶片替换成了数码感光元件 并发展出更高的速度纪录 高达2500万帧每秒 这画面间隔是多少分之一秒呢 我已经算不过来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